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细水长流的故事,用绵薄之粒和余生之光一点点实现,石子可堆积成沙土,贝壳可以变成鹅卵石,山川融入河流,星辰遗落人海。 碎片化的记忆,周外复始的一次次演绎,少年舍弃许下的承诺与好友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了生命里最繁华的乐章。 颇蓝不堪的光年里,如风似雨的等待,是时光之城最大的期盘。 成立的我们,一旦过了青春期承受期慌乱期,下一站便是无声的沉默期。 无论举止,讲坛,都需要深思熟虑,稍不小心自身的价值被榨干,掉入到娱乐漩涡,万劫脱身的圈子里,孤身作战最难熬,一腔热血最不现实。 少年语成人,落寞愁长地感受着这变化,凄苦悲凉地触没着变化的风景。 越有人声哲理的书籍,越容易反衬文化魅力和博大心声,越经得住岁月攻击,越能够成为黑暗里的一束光。 强者追着时代脚步往前走,弱者拖着病殃的身体,孤苦伶伶的爆汗终身。 一个亡者不会过分地在意年少的事物,别人的伤害成长山河的教训。 消反,他会汲取错误,从中找失败。 公益《带火男神》小战2020承受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参暴打击。 直黑八叔的黑历史,早年一世成了谈论的笑柄。 抵制团队里日日爆料的肮脏往事,精打细钻地演绎了饭圈的恶性循环。 他们最无聊恶毒的手段是摆证据,早期设计作品抄袭,歌曲观点抄袭,公益洗白一项项的罪名,不讲究事实依据四处谣传。 说到底,227风波引起的事件太离奇,像一场闹剧,无止无休的背后是对青少年思想的愚化。 教师事件,广州学生克金买个人专辑事件,陈小辰事件,微博黑昌话,哪一件不是一轮串发生,制止不住发展。 引一杯金酒,看一幕红尘故事,等一部春花秋月的剧本。 再回顾整个玩笑,直黑似乎不是最后胜者。 现实版陈情林大boss,仍未出场227粉丝,向无辜的病人自舔伤口,自言丑闻。 身不逢时,无需怪他人。 肖战被网罢不是这些人一手造成,幕后黑手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侮辱女性,筹划人品,践踏人格,仅仅是升华资本家的手段。 利用这些舆论,拉流量,拉肖战,下水,团队陷入沼泽,经纪人一团遭连环性的银事公司投资人受创。 本以为得逞,无法估量的代言人品牌方不离不弃,创下战绩。 日子久了,他们被三观路人反感,被事业粉恶心再也不敢,光明正大作恶,采取捷径,形势诡异,作恶多端。 这一年来,肖战几乎被这群人整骨的心理憔悴,精神疲惫。 在他休业的日子里,代言产品开小灶,百味业绩刷新行业高峰,冲跨竞争对手的销量排安榜。 小飞侠一下子拿下了十个工艺,涵盖各行各业,各地区。 猪农项目,贵州农产品吃水春笋,云南高原百花蜜,甘肃兰州百合,湖北复兴特色美食五昌鱼,山西运辰农产品紫金乌枣,湖南苗族刺绣安徽,石台县明茶,林泉芥菜,两次鱼县之旅的扶平猪农,雅麻,小米,简纸。 近日,歌曲光点十五所,书屋已落幕,另一项新工艺,粉丝工艺组擅自官宣了,这突如其来的喜悦来不及高兴。 从介绍和观伴点评看,本次仍旧以工艺柱农消费浮品为主线,产品是陕西山然县核桃,中国核桃之乡位于景岭南路。 气候适润国家浮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有优势,山然核桃有灵气,含有自然精华营养剑脑。 介绍的图片里有三类核桃,琥珀核桃人,海苔核桃人,芝麻核桃人。 公益,粉丝工艺组宣布,一方面我们看出他们的诚意,另一方面肖战新工艺曝光,再度引起不知道的小飞项们开心。 说不定今后两天就可以购买到山羊核桃,没有高调点名,而是干净的在微博公布。 证明一点大家已经是明白低调做事,服务社会比事实都敞开胸怀说好太多。 和想起六个月前肖战粉丝工艺项目组成立,呱呱坠地之时便在网络上惹来了不见盖地的争议,如今可爱的姑娘用成长回击了造谣者。 粉丝悄悄信上公布工艺组遵循虚心做事准则,保留了第十一项工艺的记忆和科普。 他们不改初衷,践行正能量,履行责任义务,正能量终成模范,意义生辉。 借掉浮躁,收起轻狂,低下头沉下心,放下愿,用积极的心态去做好每件事情,过好每一天。 不敢鼓励,为的是一位能量。 这就是小飞侠呀,善良中遗留了锋芒,用智慧的人生拼凑了美丽的蓝图,尽苍生之力,实现绵延不断的故事,用余生之爱续写公益乐章。 9月6号,品牌开小灶新品准时上市,还有代言人肖战限量新款明星片来袭,但其新品一经上市即秒没,广大粉丝集体发出了疑问,因而引起了不少的热议话题。 众所周知,肖战代言的品牌开小灶在这个月的1号就预告了6号会有新品上市,众多粉丝做出了准备,为的就是买到自己的心仪之物。 但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品牌新品上市即秒没,几乎看不到有货上架的痕迹。 品牌开小灶这一次上市的新品是由肖战亲情代言,这是因为如此,所以该新品的上市备受广大粉丝的关注与重视,更何况购买新品还将获得肖战限量新款的明星片,这就更加的令人期待了。 当大家等待时间的到来,时间一到,点进去却什么也没有了,可以说是新品上市即秒没,有的粉丝抢购的速度极为惊人,不得不再次感叹,在言人销战的带火力和影响力有多么的强大。 在得知自己准备充足抢购新品却抢了个寂寞的时候,看到了品牌官方的发文,在其动态评论区下呢,小斌发现了大家的留言破为有趣,而且很大胆。 小斌能够让大家发出这样的疑问,必定有机可选,颇为有趣且大胆的疑问是,你上架了吗?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好像回到了十八九,我准备好了,我准时点的啊,秒没,没了,啊,没了,你到底上架没有啊,等等。 从这个疑问呢,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抢到新品的粉丝们,心情比期待新品上市的时候还要激动。 的确如此,当品牌开小灶官方店上市新品的时候,许多粉丝都没有抢到,可以说是像没有上架过一样。 这一种现象表明呢,有的粉丝行动力实在太令人震撼了,行走的5G无遗了。 侧面也说明了,有关肖战的任何代言产品,想要购买呢,就得重塑,有时候重塑不一定行,还要凭借着一定的运气。 在这一次品牌放上市的新品中呢,还会附赠肖战限量的新款明信片,从官宣网图来看呢,确实是我们没有见到得过的样子。 妥妥的新鲜肖战,没错啦,看到别人抢了新品,又得到了新款明信片,别提有多羡慕了。 当然这次没有抢到的不要紧,像新品牌放在日后还会补货,那时候一样可以拥有新品和肖战限量新款明信片。 不过需要的只是时间去等待,这一时候肖战曾经说过的热爱科技岁月漫长,等待是一个迷人的词汇,就派上了用场。 最后小编希望没有抢到的肖战代言品牌新品的粉丝不要过于悲伤,毕竟肖战代言的产品一经上市就满为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习惯了就好。 要知道啊,这对肖战而言是提高自身商业价值必不可少的机会,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有哪位小可爱抢到了本次肖战代言的新品和限量新款明信片了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您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